在柬埔寨農村 很多小朋友的志願都想做一個老師 我現在去探望的這位朋友 他的志願都是一樣 而且他是一個充滿夢想的年輕人 他參加了愛女孩的行動 雖然他自己是一個女孩 但其實他都可以像一個男孩 去做一些事情出來 而他很希望用到他自己所學到的東西 所認識到的事物去影響其他人 因為他是受了培養會的資助或者幫助 而他現在是自發地去 將他家裡的下面那一層 做了一個pre-school的學前教育 就是他很希望小過他的小朋友 可以認識到其實他們都可以做到的 他們都是有能力的 安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個英文教師 現在有機會他就會去接觸外國人 練英文 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旅遊區賣紀念品 他可以自給自足地去供自己的大學 今天就不太好生意 所以他適合一點就要回家 耕田希望可以賺多些錢 他們都是有能力的 他們亦都認識到男生和女生 可以平等地為社會作出貢獻 看到這班小朋友我就看到柬埔寨的將來 他們好像背負一些跟他們年紀很不相符的重擔 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你們 你們一點都不孤單 知道你們現在會很艱辛的 很辛苦很多掙扎的 但是努力堅強 一定要堅持你們心目中所想做的事 只要你們不斷不斷地去努力的話 這些難題一定會一關一關地去度過 而這些鍛鍊 會幫到你們成為一個更加強的人 阿英對理想的堅持和執著 是令我敬悔的 而她所做的一切 正正是體現了陪幼會 全愛全心的精神 讓我們都以她為榜樣 將這份精神全揚開去 如果你都覺得可以幫她們的話 只要你們參加國際陪幼會 愛女孩行動 全愛全心 PASS IT ON